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签署了一项协议 要求在2011年年底之前从伊拉克全部撤出美国军队 从而改变了布什政府长期以来 反对为从伊拉克撤军制定时间表的政策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美国大使克罗克和伊拉克外长泽巴里 星期一在巴格达签署了这份安全协议 协议要求美军在明年6月之前从伊拉克城市撤出 在2011年年底之前全部撤离伊拉克 该协议还必须经过伊拉克议会的批准 伊拉克议会中最大的俊尼派政团领袖杜莱米说 他虽然有一些保留意见 但大体上支持这项协议 该协议将首次赋予伊拉克当局权力 要求美军在搜查民宅时必须获得许可 协议还禁止美国使用伊拉克领土向第三国发动进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马克说 如果协议获得批准 就将是重要而积极的一步 他说 这样美国将和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之间达成协议 这个位于中东心脏地区的民主的伊拉克将为中东带来永久和积极的变化 一年来 双方一直在进行艰难的谈判 而再过六个星期 联合国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授权也将到期 这项安全协议推翻了布什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不对美军撤离伊拉克设定时间表的政策 麦克马克说 为达成最终协议 双方都做出了让步 我认为整个过程凸显了这是两个自由的主权国家在和彼此打交道 最终达成了协议 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 海军上将马伦星期一表示 他对协议感到满意 不过这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时表示 明年六月之前 从全部伊拉克城市撤军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有两点 一是巴格达 移交巴格达的安全任务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外明显存在安全问题的是北部城市摩苏尔 我们目前正在摩苏尔艰苦的作战 不过马伦将军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已有显著改善 这项协议也让伊拉克人有足够时间做好自卫准备 马伦还表示他将在1月20号当选总统奥巴马就职后 服从新总统的指挥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第四大银行花旗银行宣布 将在全球范围再裁员5万人 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的局面 花旗银行星期一发表声明 希望此举能将成本降低五分之一 由于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亏损 以及股票价格大幅下跌 花旗银行今年以来已经裁员上万人 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以及美联储主席波南克 顶于今天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 回答有关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问题 鲍尔森星期一在一个研讨会上 对各大企业主管们说 他相信联邦政府正以闪电般的速度 稳定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 美国汽车生产业三巨头 星期二将一同在国会路面 恬请联邦政府提供帮助 拯救美国的汽车工业 另一方面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和他在大选中的前对手迈坎恩 誓言将共同努力应对经济危机 以及美国面临的其他关键性的挑战 奥巴马星期一和迈坎恩进行了会谈 这是奥巴马在11月4号的大选中 击败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之后 两人的首次 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两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他们会开启一个新改革时代的必要性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 他们还说 有必要着手整治 政府浪费和严重的党派政治 以此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并且给辛勤劳作的美国人 重新带来繁荣和给予 另一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 星期二表示 如果本周的藏人代表大会决定放弃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 藏人有可能会寻求西藏独立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超过500名西藏流亡政府的领袖 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召开闭门会议 这次的代表大会飞起一周 达赖喇嘛对于西藏和北京之间的谈判 在过去几年来迟迟无法获得结果 感到十分挫折 而一些西藏流亡政府的领袖也表示 达赖喇嘛争取制制的中间路线已经失败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表示 星期一拉开帷幕的藏人代表大会 可能会带动西藏运动的立场出现转变 另外他也就达赖喇嘛重返故乡西藏仪式表示 三年前达赖提出到中国的宗教圣地访问 并且表示愿意短暂的重返西藏 当时北京方面的回应非常的负面 后来我们也就没有再提这样的要求 如果中国重新提出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可以正面的来思考 桑东仁波切也表示 藏人遵守民主的运作方式 我们非常有诚意地承诺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民主意味着尊重公众的意见 如果大多数的人倾向于采用与现状不同的方法 当然我们会非常乐意地去遵循 代表达赖喇嘛在最近与北京谈判的特使 在星期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已经向北京提出一份详细的计划 说明如何在中国的宪法之下满足西藏自治的需求 这份计划呼吁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 亲自非藏人迁移到西藏 以及赋予藏人成立自治政府的权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星期一晚间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随后中国和古巴两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胡锦涛结束对哥斯达里加的访问之后 星期一晚间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胡锦涛在哈瓦那机场 收到古巴副主席马查多的迎接 一些当地华人也到机场欢迎 胡锦涛对古巴的两天访问期间 预计中国和古巴将签署多项贸易协定 这次访问旨在推动中国两国的合作关系 中国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委内瑞拉 2007年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双边贸易额 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 攀升到1026亿美元 这是胡锦涛第三次访问古巴 他上一次出访古巴是在2004年11月 胡锦涛将于星期三上午离开古巴 前往秘鲁出席在立马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红